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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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想不到的时候,你可以经上说的有很多故事啊, 你把佛经的故事接来,拿着做供养。 所有佛经所说的供养句都是非常微妙的,都是最圣供养句。 最圣仲入世,最圣仲庄严句,我需供养诸如来。 最圣依父,最圣乡,莫乡烧乡与登都,一一介入妙高聚,我需供养诸如来。 我以广大圣洁心,深信一切三四佛, 是以普贤恨愿力,普遍供养诸如来。 这句话特别讲讲,我们不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, 你信三宝,乃至我们出家修道,我们这个心, 我们把它作为圣洁心。 当然虽然没达到普贤菩萨这个地位, 我们把普贤的心,母贤普贤,学普贤恨愿, 就是我们的心,跟普贤的心,跟普贤的恨愿,结合到一起。 你千万别分家,你把自己立到凡夫地, 那一千也不值,什么本事也没有。 你有什么本事啊? 你要把普贤的力量借来,那你的力量可就大了。 不是阿罗汉,不是二常,也不是一般菩萨, 达到普贤菩萨境界。 你用的是普贤恨愿啊。 明白了吗? 为什么要学普贤恨愿品呢? 普贤恨愿就是我的恨愿,我的恨愿就是普贤恨愿。 你把你自己变成普贤。 普贤菩萨就是这样嘱咐我们的, 谁念我,谁念我的大愿望,只说你送此啊。 没说你能修惯修成。 就是你能送此普贤恨愿,能做如是想, 你就是普贤菩萨。 现在是因,你一定能成到普贤菩萨。 因必具果,有因一定得果。 现在你只是念念普贤恨愿品, 那你将来成就了呢, 你就得到普贤的恨愿了。 那时候你心里想的贡品啊, 那简直不可思议。 想供养什么就是什么事啊。 你想供养阿弥陀佛, 把说佛世界搬去, 把尿色流的光的世界搬去, 供养阿弥陀佛。 你供养尿色流的光入来, 你要把极乐世界搬去, 从你的心来回搬吧, 那供养。 因为这有效吗? 这个效果呀, 别人拿人间的花, 拿人间的财物供养, 那个效果大得多。 咱们因为这个是真的, 这个是假的。 那个是真的。 你的心供养, 除非你心坏, 供养没有了。 如果你心的不坏, 你供养去常在, 微心所现。 那你怎样发心呢? 这个供养就是你发心了。 我以广大圣洁心, 深信一切三四佛, 我心以普贤恒缘力, 普遍供养住了。 这就是心啊。 我的心, 跟普贤心, 结合到一起。 我这个供养军, 是我假借来的, 借普贤的心。 我是普贤的恨愿力, 加持我这样供养的。 我理解了, 乃至我不理解, 我念普贤恨愿, 你就具足普贤的恨愿心。 我以广大圣洁心, 是普贤的心啊。 普贤正教授们的, 深信一切三四佛。 我想这个大家做得到, 我们三四佛都信了, 深信, 不是一般的信。 你这个普贤恨愿的力量, 供养祝福。 所以, 第三大愿大供养。 礼佛, 湛南佛了, 那么第三个就开始供养佛。 供养佛不是我们满极头花, 心苦贤恨的。 这个是假的。 他的心供, 意供是真的。 你坏不到, 坏不到。 这个可坏的, 那是不可坏性。 广大圣洁心啊, 专讲圣洁心。 我们的心啊, 本来就是广大的。 让我们自己把它局限的很小很小。 我们只看着眼前的, 超过我们眼前之外的, 我们就不信了。 但是我们经常念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你相信了,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, 那你这个心啊, 不是广大, 是相信西方。 那东方要的光来你信了, 但是十方内世的, 还有过去呢? 还有未来呢? 你要能够深信不疑, 深信一切三四佛, 不止现在的, 还有过去的, 还有未来的。 但是我们的思想, 因为, 这都是假的呀。 假使学佛的弟子, 咱们把假的, 可看成是真的呀。 咱们看四间相, 这个是真的吧? 这才真正是假的。 假使你六十年前道, 到过深圳的话, 像我1940年, 哪有红发寺啊? 哪有这么个花园啊? 哪有个深圳啊? 跟每个小渔村, 你能相信未来六七十年之后了? 我是1940年的, 那现在呢? 七十年了, 六十九年了, 它变了, 这是变好。 会不会变坏呢? 有好必有坏。 有生必有灭。 这才是假的。 当我当小狠在这儿过, 没有这么个深圳, 是小渔村而已, 那现在变成深圳, 香港只有一条道, 得福道。 那现在香港啥? 香港到九龙, 坐那百度, 得一个多钟头才到到九龙, 那现在九龙就是香港市, 你信吗? 咱们的心量太小了。 这个世界上无穷的变化。 假使你登到花园出入的菩萨, 你能够到了无边的福祀界, 那时候你心量就大了。 现在你一学花园, 把你的人的心啊, 警戒啊, 看问题的看法, 完全变化了。 不读花园, 不知佛富贵。 你没读花园, 你不知道佛有好大家当啊。 那你成了佛了才知道, 佛的家当无量无边。 所以说年来, 那这是什么呢? 广大圣洁心。 我们的心, 本来是广大的, 本来是无比的。 就叫我们贪真词, 怨真会, 都给你折盖了, 什么都得不到了。 不如我们贪真词, 妙人议, 怨真会, 都除掉, 变成了戒定会。 那就好了。 这说是, 礼佛、战佛、供养佛。 礼佛、战佛、供养佛啊, 就是到佛整成的啊。 为什么有这么大功德?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法力? 什么叫法力啊? 利能是法生的, 法是心生的。 说心生种种法生。 是由忏悔罪业来的。 说, 礼佛、战佛、供养佛, 第四大愿, 就忏悔业障。 这是普贤十大愿望的忏悔业障。 你拜赞叹供养之后, 就休忏悔。 休忏悔。 我戏所造主音乐, 皆有无时贪嗔词。 从神与以资许上, 一切我尽皆善悔。 我们的口里说的, 身体所做的, 心里所想的。 所做的, 所讲的, 所说的, 全是罪业啊。 当你没有明白, 没有学佛之前, 你所做的, 一举一动念, 一举一念, 全是妄想, 全是错误的。 都在烦恼当中, 都在无名之内。 这我想, 每位道友都承认的。 我们休忏悔, 每天也拜忏嘛。 忏呢, 就把过去做错的事, 把它忏掉。 回呢, 回改未来, 未来再不做了。 这两个加起来, 过去忏悔干净, 未来再不做那样了。 那过去未在, 现在干什么? 现在礼拜呀! 礼佛、赞佛、供养佛呀! 过去我们忏悔, 未来就不做了。 那么现在, 我们就礼佛、供佛、赞佛。 所以, 忏悔业障的部分, 跟礼佛、赞佛、供养佛的相连。 礼佛、供养佛、赞佛, 就为了忏悔我的过去业障。 特别我们的忽思乱想。 因为如果你是菩萨了, 大菩萨了, 你嘴心动念, 一起念, 就犯了罪了。 凡夫, 凡夫必须得造成事实。 起心动念不想犯罪, 只是说妄想而已。 但是你修菩萨, 修菩萨道, 要想成佛, 起心动念都是犯罪。 起个坏念头, 就犯罪了。 咱凡夫呢? 我起个念头, 我把他不做, 没有事实, 不犯罪。 但到菩萨就不行了。 如果我们, 礼拜, 供养, 来赞叹祝福, 你要把他, 这种思想, 要把他转过来, 能够念念如实觉知, 你的观想力啊, 使你念, 咱们经常是, 注意念头, 千万不要失念。 咱普通通俗两句话, 达德妄相思, 把你一切的妄念, 纷飞的杂念打死了。 许如法身活, 你法身可就活了。 所以我们生与业, 全部投入进去。 礼佛, 战佛, 共佛, 就是掺和业障。 你礼佛, 共佛, 战佛不是把过去业障消除了吗? 但是最重要的有一点, 别再犯。 咱们一边颤, 是一边犯。 没完没了, 早晴拜完颤了, 下午又到了, 心理业又来了, 就是这样。 因为先自私, 绝对不能犯。 忏悔业障的方法, 还有一个, 随喜别人的功德。 第四大愿忏悔业障, 第五大愿就是随喜功德。 随喜功德的普贤普陀教授, 我们释放一些众证生, 二乘有学及无学, 包括这个阿罗汉, 乃至学阿罗汉的, 有学呀, 还没达到无神。 就是, 已经, 他能够断了烦恼了, 断了贱货了, 失货没断, 就叫有学位。 而贱失货都断了, 就叫无学位。 无学位是指二乘境界的。 所以一般众生乃至二乘的道友, 乃至于如来祝佛和菩萨。 他们所有的功德, 我都随喜。 随喜的意思就是, 没做, 我们做不当, 还做不当。 所以他看见人家做好事, 我想分点利益, 那分利益呢, 你就随喜随喜。 你看人家做好事, 赞叹随喜, 你自己也没做。 你看大众生在那拜灿, 或者念佛, 或者念经, 或者像我们这个, 在这共同学习的时候, 那个逛庙的道友看见, 他要随喜, 他没进来, 他随喜一下。 但是他不懂啊, 他不会随喜的了。 不知道什么叫随喜。 每天, 每个时间, 都有祝福在说法。 你随喜功德, 随随随地你都念, 我随喜释放着祝福说法的功德。 我随喜现在有些个正德阿尔汉的功德。 我随喜那些个已经行菩萨道成就的功德。 所以告诉我们随喜什么呢? 十方些众生的, 他所做的好事, 我都随喜。 你随喜啊, 你的功德我有一半。 那应该都随喜吗? 不。 我就看见很多道友, 人家大殿拜灿, 他不随喜。 信佛的佛弟子。 你要跟他讲, 某个道友修行得很好啊, 说我们弘法寺的禅堂师父, 做禅做得很相应啊, 那有道心的人, 哎呀, 赞他随喜。 没道心的人, 他就跟你说反话。 那算什么了无得, 我比他们强得多。 这一类人你都愿意得到, 不但不随喜, 还要唱反调。 不会捡便宜。 真正会捡便宜的人, 听到人家做一点好事, 或者听见人家放声, 听到道庙里的随喜, 听到道庙里的讲经, 在路上遇见, 哎呀, 我今天不能去啊, 我随喜你啊, 你的功德就分给他一半了。 那每位道友, 见着人家做点点滴滴的善事, 都要赞叹随喜, 千万陌生嫉妒障碍。 这个是良途。 很多人一听着别人好像好事, 好像闷雷道我, 心里障碍心生起来了。 他不会发起随喜功德的。 还有, 请转法轮。 释放所有世间灯, 最受成就菩提者, 我今一切皆劝情, 所以无伤妙法轮。 有请人说法, 乃至他会念一句阿弥陀佛, 请你给我念念佛, 请他念一句阿弥陀佛, 都算转法轮。 我们, 黄岸经里头讲, 譬如难时宝, 无等不能了。 这个难时黑难的屋子, 有宝贝, 你没有光明, 宝贝在哪里呢? 佛法无人说, 佛法没人跟你讲解啊, 你有智慧再大, 你不懂。 佛法无人说, 随会不能了。 为什么? 不是我们佛法有个严密, 因为你没学, 它的含义你不懂。 你不懂。 这些例子很多了, 很多了。 你必须得经过学习, 你才能够知道。 还有这就叫我们每位道友, 要行菩萨道。 从你受三规, 发了菩提心, 成为佛子了。 受了三规就是菩萨, 佛子就是菩萨。 你不要不管别人, 寡管自己。 你受了三规, 就得要管别人度重生。 受了三规就是佛弟子, 你就有责任, 宣扬佛法。 那你见到人家有一点点的善业, 一边做的一边的好事, 你都要随行。 这就叫什么呢? 积累功德。 咱们都说积功累德呀。 德不是万德, 不是一下成就的了, 是积累而来德了。 功德两个字, 都连在一起说, 功是功,德是德。 功不是德, 德也不是功。 把这两个单单一起, 说你积累的很多做的好事, 其到一起了, 才叫德。 功是你做, 你做任何的, 帮助别人的事, 就是做功了。 做功了。 功积累多了, 他能够产生智慧。 得极累多了, 产生你的福, 产生你的福。 但是我们众生对待这个问题上, 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? 激动。 听着别人修行好, 听着别人道理好, 听着别人有福, 你不但不赞叹随喜, 产生激动。 那一激动, 不但没功德, 而且有了罪过。 所以, 随喜功德呀, 就是劝勿的嫉妒障碍。 把我们无量解的嫉妒障碍, 都忏悔掉。 静看别人的好事, 不要看别人的毛病。 那你像诸佛看, 像普贤菩萨看, 像观音菩萨看, 他没的毛病, 都是好事。 这叫随喜别人的好事。 这六种请转法轮。 凡是见着师父们, 都请他们转法轮。 师父不会讲解, 不一定讲解。 劝你念阿弥陀佛, 说念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。 最大的能生极乐世界, 其次的, 消灾免难。 这个很简单。 这都叫法师。 法师有几种。 有说法的法师, 有依法为法的法师, 依法修行的法师, 都叫法师。 法师。 一如来所说的话, 我去做, 这也是法师。 一叫奉行。 但是, 如来说的话, 对人类有好处, 我就向别人说, 我转传扬。 这都叫法师。 十方说有四间灯, 最初成就菩提者, 我尽一切皆全情, 转有无上妙法论。 就请人人说法, 把人人都当佛, 只要他说的, 对一切众生有利益, 有好处的。 都请人说法。 为什么说, 助吹成就菩提者呢? 凡是成就菩提的说, 都是佛。 戴菩提树下, 成佛成灯正觉了。 这个佛戴金刚经上说呀, 多生累劫, 在严登佛前, 受了菩提祭了。 这就是最初开始觉悟。 那他今生, 又坐在菩提树下, 成道了。 这两个是一个。 你来这样理解, 最初, 从严登佛那发心, 乃至最后, 成灯正觉, 这两个是一个。 华严经告诉我们, 初发心, 跟成正觉, 就初心, 跟成就那个心, 入世二心, 初心难难。 这两个心, 哪个心最难? 初发心最难? 发了心, 一定能成就。 就是怕你没发心。 就没入门, 入了门了, 一定能成就。 中间有波难。 为什么要成佛经过好多劫呀? 时间为什么拖那么长啊? 因为你今生修行, 来生, 你不又要钻哪儿去了? 这个殊胜警戒没有了。 来生又沉落, 沉落又生气, 就这么生生成气, 直到成就。 直到成就。 懂得这个道理了, 你就知道。 发心, 最初发菩提心, 到最后成就菩提果, 入世二心, 初心难难。 只要一发心, 逐渐逐渐就成就了。 比如说, 我们学这个生极乐世界的, 生希望极乐世界的。 我们有些个道友, 因为念阿弥陀佛, 恐怕他生不到。 今生生不到, 来生不超过十生, 一定能生。 今生随未生, 来生必定生。 来生由未生, 再来生必定生, 不超过十生。 凡是你今生, 闻到阿弥陀佛圣号, 念佛的名字, 一定能生。 不超过十生。 所以, 我们现在, 闻到佛法了, 发菩提心了, 一定能成佛。 但是, 最难的, 发菩提心。 所以, 出发心是成正觉, 入世二心, 出心难难。 出发菩提心, 到成就菩提果, 所以两种心, 最难的是出心。 对其大愿请佛住世, 咱们知道啊, 现在释迦摩尼佛没住世。 假使有佛, 我们也能亲见。